嗨,大家好,我是小徐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下禮拜的地獄級關卡 愛惡作劇的仙將們 那在1月3號的禮拜五的10點開放 那這張地獄級關卡的卡片叫做 紅影雙灰文曲星與無曲星有點長 那這張卡呢,一定要刷好不好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他的技能 那首先先看一下他的地獄級王關的一二血 那這一血我覺得蠻機車的 但是首回合先打你一次 然後最中間那一個橫行的符石會燃燒 然後燃燒的中間那一橫行的符石全部都會變成火符石 那碰到的話就是扣25% 以前都扣個10%現在都越扣越多 那你不能碰到這個嘛對不對 然後你又不能首削火符石 然後你又要削這個拼圖盾 然後拼圖盾要跟文武曲星相同屬性 所以等於是火屬強化拼圖盾 而且是不能外削齁 就是不能夠超出這個盾牌 就是要削火強化 然後你又不能首削火 所以這邊呢你要把這個王的技能 王的屬性把它轉換 因為他沒有無視控制 所以你可以去把它轉屬這樣子 不然你又不能削火 然後你又要削火強化拼圖 這個一定要首削嘛 拼圖一定要首削 所以這就蠻麻煩的齁 所以一定要帶一個可以轉屬的 不然的話你削到火珠的話 他會灰血 然後還會反擊他自身200%的攻擊傷害 所以呢這邊就是要帶一個 戰場系列的角色 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血呢是 首回合的話會把你的CDEP 全部重置 但是沒有消除你的一些 一些增傷什麼 沒有消除掉齁 比如說你帶露西或者是開什麼 孤禍鳥土蜘蛛是不會消除的 就是把你的CDE這些重置而已啊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要先把這些 常駐的增傷開好 或者是帶一些跨回合的增傷齁齁 不然你到他二血都沒技能可以開齁 然後他會轉成暗屬性 然後攻擊CDE所以你也沒有任何的容錯空間 然後暗符石還不能消除 所以你版面上暗珠蘿太多就GG了齁齁 而且隊伍中有魔族成員的話 攻擊力會提升 所以有點克制秦皇啦齁 因為秦皇魔族嘛 然後再來的話他又不能消暗 對不對 所以是蠻克秦皇的 再來他燃燒移動符石時觸碰的位置 每觸碰將對召喚師造成5000點的傷害 那這個看起來像那種初音系列應該蠻好打的齁 EX combo疊到滿之後 就算平砍應該傷害也是很夠力的 齁這кон冠技能 我覺得E血這個比較機車一點齁 假 接下來呢看到他的主動技 他是雙技能齁齁齁齁 星宿下反還有神武化氣 然後他是火的神族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技能 他這是兩個技能可以一起開的齁 我覺得這蠻強的 第一個技能是CT7 然后所有符石轉神族強化 齁就是一個結板 神族強化可以解一些像 噁整版鎖定整版弱化這種東西啊 poorest 可以當作增傷來使用 也不錯 再來 第二個 技能也是CD7 消除所有附加效果 這個非常好用 神族之前可以消附加效果的卡 就是木天使 再來就是超人吉田 不過超人吉田他除了消除附加效果以外的一些 像解鎖他只能解超人 再來他也只能把超人直行轉強化 那這張的話就沒有這些限制了 所以你之前沒有拿到吉田 或者是你沒有木天使 的話你一定要拿到這張卡片 他是少數神族可以消除附加效果的卡片 然後還可以完全回血 另外隊伍中如果全神的話 還會有一個全隊2.5倍攻 所以蠻多效果給你的 我覺得這張免費卡是一定要拿的 你看在面對攻擊零化 或回復零化這種的 有一些負面狀態 或是像那種痛痛珠 你就可以把它消除掉 我覺得很好用 再來看到他的成就龍科 我們來分析一下 到底要不要拿 首先他是活屬限定 所以他沒有種族限定 所以其實還不錯 可以用的隊伍蠻多的 再來他主要賣點就是破防 破防 減少80% 我覺得這顆是可以拿的龍科 有能力拿的話就拿 再來還有吸血 跟無視蠢銀相剋 最後無視蠢銀相剋 這個還好啦 但我覺得破防了龍科少數 所以可以拿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戰影片 這邊是放在火北歐裡面 剛好全神這樣子 那關卡有一些需要消負面效果的話就可以開 而且他以一張免費的地獄集來說 有雙技能 我覺得是已經很不錯了 這禮拜的GNN我覺得算還不錯 是有用的卡片 這邊不重要 我們過去 像這個啊 他把你攻擊零化三回合 應該不是零化 他把你攻擊力減至1%三回合 那你這邊你不用在那邊跟他抹 直接開這個文武取星 直接把那個狀態消除掉就好了 而且因為這隊整隊都是神族 所以還有一個額外2.5倍攻 算是一舉兩得啊 很好用 好這邊我們就直接過去 好那王冠的話他是 鎖定所有符石嘛對不對 那這個他的第一個技能 剛好整版轉神族強化符石 所以也是可以解這個整版鎖定啊 非常實用的一張地獄集卡片 其他的話就是 不是很重要啊 而且整版神族強化符石 放在神族隊裡面 也是一個蠻強大的增傷喔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支文武取星的實戰 實戰分心齁 那大家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然後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有什麼想法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